來 拍攝 拍攝 很好 上了那麼多節課 再一次表現一下 拍攝 拍攝不小嗎 拍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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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第十二題 我們今天繼續講 機械製造第二章 希望今天把結束 第一件事 我們已經知道Part 4 我們一位同學 該做的也要做 好 來 第一件事題 接下來我們要講 106年的同誌 106年的同誌 也就是各位所邊講的 第十二題 來 吳老師 我們看一下題目 有關一般合金 空性的敘述 合者正確 所以這一種題目 就在此考各位 純金屬服 請起來 沒有代言 純金屬服 Yes 和金屬服 有沒有人知道 VS VS 什麼意思 VS 還是VS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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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用管理 好看的東西 來 繼續 合金的溶點叫其成分金屬 所謂成分金屬就是純金屬 其實你把成分金屬圈起來 請問合金的溶點跟純金屬的溶點 會合金比較高嗎 錯 打差 合金溶點1 你們要有一個概念喔 來 純金屬 純 好不好 好喔 合金是兩種以上金屬混合在一起 合金你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兩個字 誰會講 合金 合成分金屬 合成分金就是雜種 寫起來 純金屬 溶點高 溶點高 溶點高就是比較耐熱 溫度要很高它才會融化 對不對 耐熱 寫起來是耐熱 稍微稍微受到一點挫折 就怎麼樣 就軟掉了 就軟掉了 天氣稍微一點熱 就受不了了 溶點低 要有一個概念喔 啥種成分金屬 好不厲害 知道嗎 好 現在看 合金的暢氧化性 叫其成分金屬加 這句話是對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東西叫做 無鏽鋼 無鏽鋼就是一種合金 馬上複習 無鏽鋼是哪些元素或金屬組成 你講到重來嗎 Mu 泰 我知道 泰 你說 泰 哇 你很強的泰 老師我有回答 盡量的 你講什麼名字 徐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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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瘦了 不錯 他真的會 泰 個 滅 滅 觀眾你講得出來嗎 無鏽鋼 合金 泛氧化 好 走吧 所以 寫起來 泛氧化 你要想到 無鏽鋼 我們已經在複習囉 OK 再來 所以今天你答案就是選B 來 選B B B就是正確的 再來 我們看C 合金的導電率 合金的導電率 叫其成分的主為高嗎 D 不好意思 D 你要想 你是打中 哈哈哈哈 這樣 怎麼說他罵你啊 不耐熱對不對 所以導電性會比較差 導電性還差就是不容易導電 電子過來會很多電阻阻止 所以容易發熱 發熱就容易融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電線的時候 你會拿純銅當電線 還是拿青銅做電線 你們家的電線 請問是純銅還是青銅 純銅非常的好 這個人說他家裡用青銅 三個字揮小組 知道嗎 不可能 合金電子不大 寫起來 知道嗎 一發熱 一熱 一熱 一樓 你把這個關鍵字寫在 最好寫在二枝二葉 因為你們的二枝二葉 這邊有合金的通信 來 合金的通信這邊 第一點 導電 導電導熱性 以成分金屬低 低 一圈起來 這就是剛剛我講的喔 第五點 浮液氧化 圈起來 合金就想到不銹鋼 對不對 二枝二葉 各位同學 有機會 有機會 你就最好 把 保險絲 的成分 背起來 保險絲 又叫做 武德式合金 保險絲 家家戶戶都有 你們 你們家的電箱 對 所以 當用電量負載過高的時候 他就會 跳起來 對 保險絲就是 保險你們家的安全 今天 韋家就是 翻開你們家的電箱 學校也有電箱 那裡 那裡 危險高壓電器 跳進 老師 剛剛進入電箱 對不對 打開 老師你可以去打開啦 我現在 打開 我就離開 攝影區 沒有 鏡頭再過去 打開 他就有一些 裡面就有一些保險絲 保險絲 你們家的那個 插頭 有一個小小 小小的一個 像玻璃罐 把它拆開 在那個 螺旋轉開 會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絲 對 還是 合金雜 嘿 好不好 所以 越純種 越純種的人 他身外 越柔軟 對不對 當你變 合金雜種的時候 你為了要生存 你的強度硬度變大 抗氧氣 抗氧化 能力也變大 但是柔軟 有柔軟的好處 對不對 我很柔軟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不容易融化 對不對 有的人 隨便一個 一句話 講出 激怒你 他就 玻璃聖 他就玻璃聖 對 他就玻璃聖 對 破掉了 身旁不過 玻璃聖 好 再來 C 老電律 講完了 所以他容易發熱 容易融化 諸 核金的延展性 其成 叫 純金屬為高 還是低 低 其實把它在加 打叉叉 純金屬延展性高 準備 柔軟 你要把這個概念想起來喔 請問 你們家有沒有金條 有 太好了 很多 金塊 金塊 請問 軟還是硬 軟 我跟你講 拿金塊 拿金塊 999 金塊 對不對 看到了 隔壁鄰居 三下 打他 說十個字 老子有錢 打下去我跟你講 那些金塊 這裡會有 真的 純金塊 用牙齒咬就知道 純不純 內行的人一咬 欸 軟 如果給人家咬的話 就買 他給人家咬的話 就買 你咬就要買 你咬就要買 真的是純金塊 而且有些蜘蛛籠子 沒扯 但如果他很軟的 他可以說不要買嗎 不可以 我們就說咬 很純 北齊有上來 買了 你要 他其實喔 你去珠寶店 機器店 他有一個 秤 比重的 機器 他有測 這個都有辦法 測出來 你怎麼知道啊 沒有買多 等你們將來 結婚生子 結婚生子 你就會去買 快聽 tahun 去摔它 跟 你們要買 你沒有買鑽石的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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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鴻石 鴻石 還有鑽石 剛剛人家覺得鑽石最 vill不保值 爲 爲什麼啊 因為他們都保值 鑽石 你會軟350 其實地球賺量很多 它只看它開展量 故意控制的很少 那黃金耶 黃金喔 黃金沒那麼多 位置不會弱 黃金比較多 在地球上吧 那你去買一顆黃金回來 但很不理好 搞不好有一個星球 黃金在它那邊 是最便宜的東西 也就是到處的黃金 那它就像你拿回來的 所以看人類科技的發展 所以這地球選P 106筒側 現在我來 來 各位同學 13題 13題是107筒側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看清楚喔 第一個 CMS鋼鐵符號 SS400 CMS SS400 來 侯龍 這個你要知道 這是代表我們國家的 不要準喔 請翻到前面 如果你不知道該打屁股喔 你翻到第幾頁有啊 二次四頁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有的 Chinese k provide national standards SS400 請問那個數字400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東西翻到 幾頁啊 二之五 二之五 這四個都有耶 你看 SC-300 駐鋼 最小康拉強度 把最小康拉強度圈起來 最小康拉強度 FC-350 三百五十是什麼 最小康拉強度 你看 又是最小康拉強度 二之四頁 我現在帶你看重點 這些重點都是 孔測高低重 再來繼續看 二之五頁 SS-450 一般構造用缸 所以SS就是一般構造用缸 後面的450 就是代表最小康拉強度 最小康拉強度圈起來 這是107年孔測的 我現在講的都很重要 請問 最小康拉強度 以前 有沒有聽過 有 有吧 有吧 最小康拉強度有沒有聽過 哇 這個在力學 這個很重要喔 對 小康拉強度喔 你看他都出現三次耶 統徹有考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很重要 來 以前力學第九章 有沒有看過一個一粒一變圖 這個叫音力 然後呢 他是做測試 如果你忘記的同學 請你去看一張黑板一張重點 機械力學第九章 我們就講過喔 我在這裡不贅述喔 各位同學 你們擁有機械力學的總複習講義對不對 有吧 現在你馬上拔出來 老師你剛好配合幾多位啊 你沒有在抽屁裡啊 來 你現在要抽屁 隨便一個同學拿出來 好 我拿一下啊 那時候有一個這個圖 這裡 來 拿出來 看上第九章 要拿 1 1 1 砰 有沒有印象 這個圖 有沒有印象 這個圖 來 現在要考你 最小抗拉強度是哪個點 最低耶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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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抗拉強度哪個點 沒有標示啊 沒有標示啊 沒有標示 我就是要考你啊 標示 有 找到太好了 拿給鏡頭看一下 來 給觀眾看一下 你有沒有一下 機械力學 小抗拉 太好拚了啦 看到那個1.1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 哪裡交啊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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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看到了嗎 近一點 近一點 觀眾有沒有聚焦看到 你有沒有貼就拿到哪個 這個點 拿到哪個 你是聽到哪個 不要那麼羞 不要那麼羞 看到了嗎 有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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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揭 請揮 時光擦 哈哈 靠北啊 無理啊 歹人 有我 好 回來 謝謝你 各位同學 最小抗拉強度在哪邊 就是這個啦 寫上去 這叫做最小抗拉強度 也就是幾線 極限強度就是這個畫起來喔 Sigma U喔 U代表Upper Down 上線鍵 對 我們已經在跨科 在轉動呼吸囉 你如果沒有跟著老師跨科 跟著老師動動 你積極微積極可微 你也從上門揮過法 積極可微 你要跟著 所以這題答案會不會選啊 你要寫起來 我建議你齁 該寫的寫在機械製造相關的空白頁 如果很模糊趕快就真的少 所以第13題167年統測 答案就是要選B 選B 選B 欸各位同學 你看那個抗拉強度 他的單位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牛頓 主義M M 明白 對不對 是不是牛頓主義M M明白 對 對啊 請問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什麼PAC MPAC 對了 喔我講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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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C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這個 你看他趴趴趴 很怕 他支持起來 很怕 原來 極限強度就是硬力的一種 最想看他強度就是硬力的一種 硬力的單位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 趕快去看第九章 我先把你講得很清楚 講得很清楚 哇 我們今天好開心喔 可以把 最後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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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感謝大家 感謝主 我還擔心 在你們外國 講不完 來 第四題 一百零 七百 一百零 一百零 八 一百零 一二十 所以你喔 注意聽喔 你要把老師的每一句話 都聽進去 喔 我講一題 其實不是講 一個觀念喔 是講四個選項 四個觀念喔 喔 我們要注意聽 好來 再來 第四題 108年統測 有關機械材料和加工性 效應敘述合者正確 來A的選項 他說純銅的切消性比黃銅加 這句話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純銅切消性 沒有比黃銅 拿走 因為純銅 請問 電線裡面是純銅做的 電線是硬還是軟 軟 對 你答對了 切消性不可以太怎麼樣 軟 對不可以太軟 純銅太軟 對不對 對 任先期有一首歌叫做 心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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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歌歌迷分不了手 對啊 OK 帥到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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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當和尚 和尚最帥 帥到分手 知道齁 各位同學 切消性我們何故再來複習一次 請你判斷到支六一 真的 我們那時候有說 切消性跟寒灘量沒有關係 請問 切消性是不是要適中 太低 寒灘量太低 延展性高 太軟 還生PUE 刀口記憲 寒灘量太高 太硬 對不對 切不下去 磨損刀具 發現 所以寒灘量要多少是最好的 四周 四周 是寒灘量多少最好 五 0.5 100 錯 錯 0.3 1 1 2 0.3 我有講你都沒有記 我有寫 我有寫 太好了 太好了 你進步 有人沒進步 0.2 0.3 最好的 0.3的percent 就是 中 碳 不保有不後 插進去剛剛好 對 再來 欸 那黃銅是什麼組成的 我們在清探 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我們回去不行 所以 A 對不對 A 不對 純銅太陽 不對 切效性差 我正在寫 切差 切差 1 碳鋼的鋸造性 比鋸鐵加 鋸鐵 對不對 鋸鐵 為什麼叫鋸鐵 它很適合 什麼造 鋸造 所以它的鋸造性 是不是最好的 對啊 所以它名字就是這樣 沒想到現在 敘述卻說 碳鋼比鋸鐵的鋸造性還好 光想這個就想不通 知道嗎 你要知道 鋸鐵的鋸造性是最好 最好的 所以碳鋼它的鋸造性 不好 所以你把那個 加 打叉 寫叉 知道嗎 邏輯就是在這邊 這一題喔 繼續考邏輯 碳鋼比鋸鐵來的準 鋸 所以融點會比較高 還是比較低 高 比較低 還收低喔 剛剛還交 再接一次喔 真的光耶 這樣那個還複習到這個 你還不吸收喔 再講一次 碳鋼比鋸鋼來的準 所以它融點會來的高還是低 高 耐熱 知道嗎 知道 融點高就是不容易融化 我今天要鋸造就是要讓它融化變異 你可以流到模具裡面 等到冷卻之後去掉外面的模子 對不對 再來 再來 C的選項 所以這個V 知道我解釋的模型在哪裡 好 V標選喔 你最好 把我講的每句話都寫關鍵字 對你自己有幫助 打關鍵字喔 不要十年之後 二十年之後 你兒子 你沒辦法教你 阿伯 二十年 對不對 你沒辦法教你兒子 因為你兒子 會給你聽嘴 好放 二十年前 有一個這麼好的王老師教你 你還寫不快 上個來 在你床哪一床 沒有 沒有 寫一個 好來 C 純鋁的斷造性 比鋁合金家 這句話對不對 不對 不好意思 什麼叫斷造性 斷造性就是 我有講過 你要想喔 斷這個字就是把金屬放到火裡面加熱 然後用錘子錘打 如果斷造性好 表示這個金屬軟 對不對 比較好打 容易變形 不是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請問 要純的金屬比較軟 還是 不純的合金比較軟呢 用這樣去想 去 是不是要純的 對啊 所以這題說 純鋁的斷造性比鋁合金來得好 這句話是對的 純鋁 這個從頭到尾我都一直在複習這種邏輯概念 你如果學得進去 你一輩子受用 OK 所以這題就是選C 應該沒錯吧 沒錯 選C 再來 所以選C 鋁鐵 鋁鐵的探階性 探階性 探階性 就跟你的和探量有關 對不對 當探越多 你的探階性好還是不好 這已經講過了一次喔 漢道如果有探化物 OK 就會BANG BANG BANG 所以含探量越高 你的探階性會越差 所以這題請看 鋁鐵的探階性 會比探鋼來得加 不對喔 把加圈起來應該是差 對不對 對 因為鋁鐵的含探量高不高 寫起來 鋁鐵的 我就寫含探高 鋁鐵 知道嗎 當然 從頭到尾把觀念斷通 知道喔 這樣才對你有幫助喔 原來機械材料和機器製造 息息相關 你要把這個把它學通了 哇 你就知道我學一題 其實就在化妝學手 最後 我再補充一個東西 請你搬過來 搬到古德式合金 我 教各位 怎麼記 剛才在講 合金那個地方 有講到保險絲 有沒有看到 各位 順便講起來 寫起來 把古德式合金 也就是保險絲 它是由哪些金屬合起來的 把這些金屬籤 圈起來 我唸一次給你 籤 錫 必 格 圈起來 請你看到 貼之二葉 五格式合金 籤錫 必 格 我可以查掉 我可以查掉 查掉 我希望你記起來 古德式合金 就是保險絲 請各位記起來 千禧年有沒有聽過 有 議長誰就說 在千禧年的時候 我們擔心電腦會當機 電腦當機 就必定隔屁 因為 那時候電子鐘會跳過去 你如果要知道更多千禧年的問題 請繼續去查 在兩千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千禧年的大危機 千禧避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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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格式合金 就是保險絲 所以 每次遇到千禧年 我們電腦就要翻保險 現在要聽起來 好 我們講到這裡 也該補充的補充給各位 希望大家 把握時間記起來 幫我按停止 謝謝 告別